好 虽然根据这份调查 台湾的竞争力还是非常的强 不过对于美法业者来说 他们还是非常的担心会受到冲击 不过大陆海协会长陈德明 13号在北京会见海基会董事长林宗生的时候就说 不只是台湾对大陆开放 台湾也等于是多了大陆的13亿颗的头可以理 希望借此让两岸的服贸协议可以继续推动 热情握手寒暄 隔了将近两个月 海基海协两会领导人再度碰头 话题当然离不开在两人手中签订的两岸服贸协议 我就看到那个很漂亮的记者的头发 我就问他 你这是台湾的美容美发还大陆的 告诉我是台湾的 所以我就想不是台湾那两千几百个头 大陆13亿个头也对台湾开放 对台湾担心服贸协议的各种声音了然于胸 陈德明特别以美法业为例 强调大陆的广大市场也为台湾敞开大门 这场与台湾媒体高层的会面 陈德明还特别强调对台湾的动态充分掌握 今天我上午看的第一条小线 是大陆在台湾的新闻记者爆来的 台北有三个小青年搞那个豆芽菜 可以买了以后 羹还长在上面 可以摆在冰箱一边吃一边长 哇 我觉得我到台湾就要去看看 这非常好 开心分享台湾地方趣闻 陈德明展现亲和力 更把握于两岸媒体高层会面的机会 对服贸协议信心喊话 就希望对在立法院躺了好一阵子的 服贸协议也能使上一点力 联合报林克伦北京报道 广告 广告